接下来还有一个圆梦的故事 主人翁是布兰登·史坦顿 原本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小人物 但是如今他已经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为 全球最具影响力的30岁以下的 30位年前当中的一位 为什么呢 因为他感动了太多的人生 同时也捕捉了太多 令我们感动的人生故事 他过去只是一个失业的 一个金融业务员 不过还喜欢拍照 最后有一次拍照的过程当中 他发现每个人的脸口后面 居然都有一些非常不平凡的故事 而且每次他拍照的过程当中 虽然有人拒绝 但很多人最后也都会同意 让他们捕捉他的故事 于是他在美国纽约为大城市 为范围 开始到处寻找陌生人 每个人只拍一张 但是过程当中完全要对方同意 当然他接受过很多的拒绝 甚至一些辱骂 但是他说他习惯了 因为过去的业务员的生涯 教会他他跟人生的一些道理 到了最后他发觉 他可以得到别人的信任 而这信任过程当中 让他接触了更多人生的故事 从照片累积到书本 一万张以上的脸孔 累积成了一个宝贵的生命故事 每一个脸孔的最后 都告诉我们的人生宝贵的经验 他把这些宝贵经验 也告诉了更多的读者 同时也改变了他自己的人生观 他的人生观是什么 他说只要你有梦想 不要挑 不要等 赶快去做 布兰登 史坦顿的故事 什么是美国第一大臣纽约 最美的风景 对一个人来说 就是人 用相机记录 一张又一张 在纽约的脸孔 但拍照者与被拍者之间 根本不认识 配合度如此之高 这是你印象中的纽约人吗 或者应该说 这个手拿镜头的 现在已经是个纽约知名人物了 所以几乎人人都让他拍 他才30岁 叫做布兰登 史坦顿 却是2013年不到一个星期 就荣登纽约时报 最畅销书籍的作者 两个星期就卖出 14.5万本 这本书里 其实就是布兰登 三年内的作品集 出书之前 这些照片在脸书上 以花回响 所以我试图不创造这些超级思维 关于什么 Honey是关系的 什么是在世界上帮助的 什么是在工作的意义 为什么我做这种意义 我做这种意义 因为我爱这种意义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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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这种意义 就像你做的 我喜欢这种意义 从兴趣开始 这一切得从2010年说起 其实布兰登不是道地的纽约人 本来的工作是在芝加哥任职 载券业务员 这张照片算是他的启蒙作品 就是在芝加哥拍下的 一天我在芝加哥上 我看到这两个孩子 甚至不认识 他们在瞬间 他们在瞬间 他们在瞬间的表情上 改变他人生的除了相机之外 就是突然被解雇 失业后他到处旅游 纽约本来只预计待上两天 却被人深深吸引 但他起初根本不敢向人开口询问 只能拍下这些令人尴尬的照片 鼓起勇气之后 被拒绝一开始是家常便饭 挫折不可能没有 为了让自己没有威胁性 布兰登外出拍照 几乎戴着棒球帽 一身随意装扮 碰到他眼中的对象 往往先蹲下来表示善意 常常出门一走就是几个小时 几英尼的路 有时候冒着危险 有时候被拍的人还会跟他要钱 状况无奇不有 但慢慢的布兰登想要的越来越多 他发现只拍下照片 无法受到广大的关注 他更企图知道这些人的故事 没想到这个举动竟然不被纽约人讨厌 给他最深印象的是这个八十多岁的老婆婆 一个很美的故事 布兰登几乎每次受访都不厌其烦地提起 从此布兰登不再说自己是布洛克或是摄影师 他叫自己是说故事的人 每一张照片每一段注解都是各色人生 像他希望能上大学 而这位美女跟未婚夫刚分手了 还有他 他说新的朋友会因为他的脸 还有他的头而感到害怕 你可能觉得不可思议 如此隐私的问题 布兰登却能在很短的时间 几个问题的引导下 让对方向他倾诉 然而他就是能轻易办到 甚至让人回心转意 超过三百万的粉丝 畅销书作家的头衔 布兰登人不因此拉高自己的身价 每天坐的还是上街拍照 知名度与人气 他只用来帮助需要的人 这个讯息PO上网后不到一小时 布兰登帮小男孩募集超过三万美金 瞧小男孩骑在马上 他笑得多开心呢 一个当初连母亲都看不起的摄影工作 布兰登之声来到纽约 不只成就自己的事业 也交到不少朋友 2012年他也一度到伊朗拍下当地的面孔 把镜头带到全世界是他的目标 今年2月他还开了微博账号 连央视都专访他 同时他也被时代杂志评选为 全球30个30岁以下改变世界的人 如果说这个工作带给他什么转变 恐怕就是人生观吧 有梦最美布兰登的梦不需要庞大的成本 只是一颗坚持下去的决心 他用照片写下这么多人生的故事 不觉得布兰登自己的故事 也很迷人吗